上集说到 副导员告诉了 我是有二狗丁丁离奇死亡的消息后 我忽然想到了 之前寝室完笔仙 阿杰立下了 让女鬼来找她的flag 可没想到的是 之后的小鱼来找了阿杰 难不成小鱼就是那女鬼 正当我惊慌失措时 忽然一道闪电脏子之下 紧接着电路也跳闸了 寝室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接着又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我忽然就看到了 小鱼那坦白的脸 我就是被吓了 狂叫的跑出寝室 来到外面尽管风飘下 但我还是努力的奔逃着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停下 很可能就被身后追赶的小鱼抓到 可就在这时 楼上阳台上的一个花盆 忽然被风吹倒掉落在了我脚上 我顿时被砸得疼得 手不动路 速度缅满了下来 回头望去 小鱼就要马上就追上我了 我也变得无体绝望 可正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小鲜快进来 接着 旁边的门就打开了 我赶忙走了进去 进去看到那人后 我顿时大吃一惊 她竟然是我的学姐阿花 阿花是我大学里 最谈得来的知心姐姐 她人特好 也很有爱心 这一年 我受到了她很多的照顾 甚至我一度把她当作我亲姐 花姐 怎么是你 接着她就捂住了我嘴巴 嘘 别说话 随后 我就透过猫眼发现 外面那小鱼慢慢移动到了门口 我一吸听到 她还在狂风中 喊着我名字 接着 她就停在了门口 顺着猫眼往里看 我见状后 瞬间惊住了 此刻不仅是我 连阿花学姐都害怕的抓紧我胳膊 她似乎也意识到了门外的小鱼很不对劲 我非常担心 那小鱼会发现我在里面 然后破门而入 可这时再看下花姐 她竟然变得格外镇定 两只眼睛瞪着门外的小鱼 没有丝毫畏惧 同时还将我护在身后 记得从认识她以来 曾经好几次 她都是这样护着我 还说她曾经也有个弟弟 长得很像我 可惜没保护好她 最终死于非命 每次说到这件事 她总会泪流满面 我每次都会帮她擦拭眼泪 花姐 以后把我当成 你亲弟弟就行了 现在你保护我 以后我一定会保护你 好的 弟弟 看到此刻的情景 我瞬间安心了不少 仿佛只要她在我面前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不其然 外面的小鱼最后还是走了 我终于安全了 可这时阿花学姐 还是紧紧的拽着我胳膊 花姐 她走了 你可以放开了 但花姐好像没听到似的 反而越拽越重 这时 我忽然发现了不对 渐渐的我发现 花姐的眼球变得突起 而且满脸流血 刹那间我愣住了 处于求生本能 我猛的往后一退 终于摆脱了她 可就这时 我手不小心碰到了墙壁 好像沾上了什么黏糊糊的东西 我伸过来一看 竟是鲜血 上面还掺杂着白糊糊的黏液 是脑浆看到正 我完全傻眼了 因为在我脚下 正好 那正是阿姐的事 爹爹 你含我吗 花姐说吧 我刚抬头去看 就发现她脑袋 直接向下旋转了点 此刻 恐惧再次洗满我全身 我在心中反复的质问 难道 难道阿花学姐才是鬼 我最亲最近的学姐 才是杀人凶手吗 她为何要杀人 为何 究竟是为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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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